好 剛才看到是立法院火氣很大 不過天氣熱新北市汐止區 就在中午一名工人頂著太陽 在公園除草時 體力不堪負荷 進入昏迷 跌落到一旁的水溝 頭部外傷 送醫搶救之後 宣告不治 而在新北板橋的一處工地 也有玻璃公園 疑似熱衰竭 當場倒地死亡 下午一點多 一名老翁倒握水溝旁邊 臉部朝下 情況相當緊急 請消人員貨爆立刻下水使用單架 把人給救上來 頂著大太陽 好幾名救護人員蹲在地上 替老翁急救CPR 因為他全身上下躲出茶傷 甚至已經失去生命跡象 卻怕時間一點一滴流失 一大群人相當著急 有人負責打強心針 有人協助降溫 要把握黃金救援時刻 來焊死神拔河 這起事件發生在7月8號新北市汐止區 當時一名60歲老翁在公園除草 疑似體力不知 當場倒地昏迷向下跌落水溝 造成頭部外傷歐卡 經過醫院搶救一個半小時 人宣告不治 同樣是熱死人 發生在新北市板橋區的一處工地 救護車10萬火急趕到事發現場 發現一名工人躺在地上已經沒了 呼吸心跳 這名工人當下正在15樓的鷹架 進行剝離試作工程 疑似因為高溫造成身體不適 送醫急救還是無力回天 警方初步研判是中暑熱衰竭 導致死亡 近期戶外溫度頻頻創新記錄 民眾出門在外 可要做好防曬和補充水分 避免發生意外 記者周報道 記者周報道